好 這是我們很有氣氛的光 很難得可以看到這樣燈光 這燈光是要表演的時候特別設計的 好 歡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媽媽來到廟耳朵教育館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非常的熱鬧 這是一場非常大的小提琴盛宴這樣子 我們廟耳朵教育館在民生社區30年了 也在音樂教育上 一直在民生社區加根了很久 那我們都很希望小朋友能夠在這裡 找到孩子的一個音樂學習一個快樂的地方 好 而不是一直被逼著練琴 所以我們慢慢的呢 有了這樣的舞台 讓孩子可以有機會可以上台表演 享受音樂的樂趣 然後互相欣賞 那還有我們的兩年前成立的協樂團 所以今天大家要留到最後喔 因為最後會有一個協樂團的演出的表演喔 好 所以 今天的節目非常令人期待 那協樂團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我們希望孩子透過同才間 因為鋼琴有沒有辦法這樣子 同才間互相合作 很難 但鋼琴太大了 對 那小提琴的話呢 其實最好玩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容易和別人一起合作 所以今天呢 會有重作的部分 也會有老師跟孩子一起拉作的部分 然後也會搭配鋼琴的部分 那最後有一個弦樂團 我們小型的弦樂團 八人成立的分成三部合作的部分 那很期待今天的節目 那今天謝老師呢 非常認真的老師 常常都不行 繼續留下來練 對不對 很多孩子都因為這樣子 很認真的練習 那其實呢 學情就是這樣 有認真練 有成就感 還是就會想要繼續 可是假如不認真 越來越沒練 就越來越沒成就感 就越來越不想練 越來越不想來上課 那是一個負面的循環 所以加油 老師其實很希望大家得懂的 能夠從這裡得到樂趣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交給我們 非常認真的謝老師 請大家給謝老師一個鼓勵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喂 我很緊張 超級緊張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主持 然後 先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節目單左上角的年份 我以為今年是2015年 所以我打錯了 我有被折罵了一下 不好意思 老師期待明年啦 然後 今天的曲子非常非常多 然後 等一下我們的音啊 我們或許會不太準 我們拍點或許也會不對 可是 打從我們要進行表練到今天 我們確實是非常努力的練了我們每一個音 我們一些小朋友 有哭 也有哈哈大笑 也有在那種不認真後面 很努力很努力一直在追趕的 然後希望你們今天會喜歡這些表演 好 然後 第一個 我的先鋒軍 孫雲安 他才學一年多而已 然後他也非常非常認真 加上有雲安的媽媽不斷地去督促他 所以我對他的期望很高 然後他今天拉的是新軍隊進行區 軍隊進行區在我們的課本中有分為舊車跟新車 然後他所拉的新車的這一首曲子 比較難也很多很多的升降 有些媽媽會陪小朋友練琴 有些什麼叫咧啊 叫咪啊 就是在他的曲子中出現 也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節奏的變化 然後我們就請孫雲安 來為我們表演這一首新軍隊進行區 他會不會再看一首去 太好了 來 拍攝 然後 然後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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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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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第二首演奏是《佳合无趣》 然后节目单方面会有很多很多《佳合无趣》 它形容的是一首曲式 就像是探狗 不一定每个叫探狗的都是同一首曲子 然后我下一个我的陈玉红 他是让我觉得态度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家长都知道我常常会告诉你说 我必须把小孩子留下来练 因为如果你没有在这边练好 我怎么可以指望你回家练呢 毕竟我一个礼拜只看你五十分钟而已嘛 但是玉红之前我就要把他留下来练 他会哭的说他不要 但是我跟他讲了为什么要留下来以后 我再次跟他说 玉红 老师今天要把你留下来 他哭的说好 他回我一句话 他说老师因为我要变钱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他的例子 虽然玉红没有云安真的 他没有他的很聪明 他通常动得很快 可是他态度很好 所以他们今天拉的这首《佳合无趣》 是由玉红担任第一部 云安担任第二部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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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小朋友 可是有时候会偷懒 他今天拉的这首学生协奏曲 算是他的瓶颈 因为这一首曲子非常非常的拍点 非常非常的复杂 然后音准也非常的困难 然后今天他有气可嘉 因为在两三个礼拜前 我在帮他听这首曲的时候 之后我有和逸祥说 我要不要帮你下修 下修到你以前拉过的曲子 就表演而已嘛 可是他说他比较 他还是愿意去挑战这首曲子 然后逸祥这年二年级 虽然还没有很高 可是他拉起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他拉的学生协奏曲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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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